當然我們前面是講到就是快速的幫我把這個裡面的手機 這手機的規則就從後面 最快的方法當然你可以用函數或者是用VBA都可以 那這個東西其實都已經在雲端上面了 所以如果你應該還知道放哪裡吧 因為我們今天最後是上課啦 所以你就當然不是結束啦 我想你們回去還是要從頭再練習過 那東西的話其實都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只要找到這個程式碼裡面的這個 其實就會有那個相關的 包含就是說我們用REPD加LEN 或者用TEST其實這邊都有啦 那比如說我今天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起來 他好像說Ctrl-C一下 那一樣這邊把這個公式貼到這邊來 其實再把它打勾一下 那結果就可以出來了 OK 那我們假設將來當然你這個資料呢 會一直往下寫 寫到哪邊呢 那一百 編號一百號嘛 那這個人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有沒有一個方式 就是說呢 我可以繼續往下填 但是繼續往下填的話 有沒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他可以自動幫我跳出一個什麼 跳出一個表單 也許你會按鈕 或者是說呢 當這個檔案啟動的時候 他自動會把那個表單叫出來 然後那個表單長什麼樣子呢 就是上面的欄位 比如說這個姓名 然後這邊旁邊會有個框框 讓它填姓名 生日讓它填生日 有沒有 然後這個雪形的話 通常會做什麼 下拉清單嘛 有沒有 這個可以下拉 讓它可以選 因為雪形的話 一定只有四種啦 再來就是 它的什麼呢 它的門號 然後它的什麼 區碼啦 莫碼 就把它讓它填 所以一個蘿蔔一個看 最後的話 這邊有個按鈕 也就叫新增 新增完之後呢 它會自動幫我把 最後的結果 列在這裡 把它放進來 那放進來之後的話 當然編號 這個我想就自己增加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編號 你不可能說叫使用者自己打編號吧 所以怎麼辦呢 幾種做法 你可以抓上面這個 然後幫你把它加一號 寫到下面來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門號 因為我們沒有打 沒有把這個門號 但是我們門號可以透過什麼 後面這三個 去結合之後 一樣可以產生這個手機的 有沒有 那 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前面我們已經有寫過一個方言 一個函數 其實你就可以 利用那個函數 然後呢 自動幫我在這邊加一筆 那這個地方呢 當然我第一個 可以先把它執行 它就跳出來對不對 那執行的 這個動作 當然你可以 預先給它一個按鈕 或者是說當 這個工作表啟動的時候 也可以順便直接叫起來 好 那比如說它的姓名 假設我今天填了一個姓名給它 某某某 它的生日的話是 1988年的斜線 1月8號好了 那血型的話這邊可以下拉 有沒有 A B 你可以選一個 那個下拉蠻好用的就是說 主要一般的使用者比較不容易做錯啦 因為你下拉選 如果還選錯的話 那當然 就會有問題 那它的那個 它有什麼 電信業者 哪一家 比如它是 55好了 另外 我順便講一下 因為一般人 他可能會不知道說 最多兩碼 他可能輸入的時候 一直輸入 一直輸入 輸入兩碼以上的話 那你會發現 我現在輸入兩碼之後 我在按其他按鍵 我現在按 它不會有反應 因為這個文字欄位 它可以限制 最多幾個字 那這樣不是很方便 因為有的時候 亂輸一通 那怎麼辦 到底你這個電信號 如果多一碼 那到底要 到底是扣掉哪一碼 才是正確的 你可能還要去驗證 其實有時候 驗證的時間 浪費的恐怕會比 你輸入時間還要來更多 現在你還打電話問他 到底你這是多少 OK 那區碼的話 也許他就打一個數字 然後再來莫碼 隨便打一個數字 那當我按下清針的時候 我希望自動幫我產生一筆 那其實這自動產生一筆的時候 其實原則很簡單 這個 其實就是一個一個 那它第一個就是我要怎麼知道 我這個範圍裡面 已經到了哪一列 那我勢必要寫到哪一列呢 寫到的是這一列的下面一列 對不對 所以最下面 某個範圍的最下面一列 前面應該有講過吧 就是說 那你就要把那個 最下面一列的那個變數 也許你可以先暫時丟給某個變數 知道說我們是在103列 只要把那個變數加1 有沒有 那再就知道說應該要寫到哪一列了 那裡面的那個哪一欄 那哪一欄呢 第一欄 那第一欄就A欄 A欄裡面要放什麼呢 就是最下面一列加1之後的話呢 那就是把那個 R列的這個 有沒有 這個值怎麼樣 加1之後 再寫過來 就會有編號了 也就是它一直都是 上面加1寫下來 上面加1寫下來 所以A欄就OK了 那B欄放什麼呢 B欄就把姓名放過來 對不對 然後C欄就是把這個生日放進來 那血型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寫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 它其實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原理原則 那你只要知道說 這裡面表單 這個裡面 這個原件叫什麼名稱 它裡面的值 我就把它丟到我指定的儲存格 一個一個丟 那最後這一個手機 因為怎麼產生呢 就是把後面這三個 那利用我們前面寫過的有個函數 把那個函數呢 因為那個函數需要三個值嘛 你就把那三個值丟給那個函數 它就會自動幫你產生這個結果了 所以我試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邏輯這樣跑完有沒有 然後按一個新增 有沒有發現 全部就一筆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說 新增完之後 自動幫你把這些全部清空 那你就可以換下一個 有沒有 那再下一筆有沒有 你就可以再下一個 比如說下一個人是 YYY 然後甚至是1977好了 然後其他好改一下 隨便改個幾個數字 按個新增 又一筆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當然不是只有 會員的這個管理上面 任何只要需要輸入資料的地方 通通都可以這樣用 那它的方便性其實我覺得還蠻高的 OK這個大概跟各位講一下說 到底 做這個 這個邏輯到底 那接下來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樣 做完這個表單 基本上 按部就班來看 其實你們 只要了解兩個階段就可以 第一個 如何 把這個畫面做出來 還不用學任何程式 這個畫面如何產生的 可以在那個什麼 好像最早 按右鍵有個插入 模組上面有個 制定表單有沒有 就是那個地方 這個就是一個表單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再把我需要的東西 放上來 放上來 這個是在工具箱裡面的 OK那就一個一個 把它排整齊 排整齊 然後把畫面 先佈局好 這個有點像是使用那個 Photoshop 或小畫家 反正就是把那個 畫面畫上去而已 還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OK 那你做好之後的話 第二階段呢 才是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個按鈕的程式寫上去 另外還有這個 因為你有個 下拉清單 你必須當表單 載入的時候 再把這個 下拉清單裡面的東西給他 所以 程式大概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 這個 一個是這個 兩個 所以有兩段程式 做完就OK了 那我想各位 先把那個 這個 我想舊的 就是 文字與資料函數 這個範例先打開 那等一下 我教各位就是 如何 設計這個表單 並且讓他具備有什麼 表單 把那個 Excel當資料庫的 這個功能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把這個檔案先打開 等一下再來講這個部分 然後 看看 嘱嘴